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呢 咱们就把四书五经都讲到了 当然讲的都是片段 但是咱们从几乎是一开始 咱们就讲了这个四书五经 对于理解中国历史 理解中国社会 它的极端的重要性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课下的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话 把这个四书五经的其他内容呢 做更多的了解 这节课 咱们要讲的又是古汉语通论的内容 那么 咱们前面的讲了 已经讲了好几次 这个古汉语通论 在这节课呢 我给大家理一下 从头理一下 因为前面呢 可能没有编号 有些呢 大家可能不太明确 在这呢 我把它明确一下 咱们讲这古汉语通论呢 已经讲了七个内容了 这个古汉语通论第一 第一个内容讲的就是工具书简介 第二个内容是文字学常识 通论三 是古汉语词类的活用 这个呢 就属于古汉语法的内容 通论四 古汉语通论四 就是词的本意与隐身意 通论五 就是古今词意的变化 通论六 就是单音词与负音词 和负词偏译 通论七 就是沟通古今汉语的桥梁 双音词 今天咱们要讲的是通论八 代词兵语前置规律 和通论九 表示被动的五种方法 通论呢 它不是课文 但是呢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些通论的内容 比某一篇课文的内容更为重要 因为它是在每一篇 可以说在每一篇古代汉语里边 都起作用的内容 就是咱们讲的这些 就是咱们讲的这些 在每一篇 这个古汉语的课文里边 都可以体现出来 所以它们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所以应该说它们这些内容呢 比课文 比某一篇课文来说 更为重要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通过 学习这些通论 更快的 理解和掌握 古代汉语 所以有些东西呢 我也认为呢 它实际上是 学习古汉语的一些窍门 你比如说 掌握工具书 这个就是咱们 提高自学能力的 最好的办法 那么你学习文字学常识 和咱们现在 教给大家的 掌握古汉语常用词的方法 这些方法 大家学会了 掌握了 那么你学习古汉语 就会有 事败而功倍的效果 所以这些也可以作为 也可以说是窍门 上节咱们在讲许形的时候 讲到了里边 莫知祸期 咱们就说到 它是古汉语里边 最正常的词序 那么是怎么回事 看着怎么也像道庄 为什么说 这是正常的词序 这里边 就牵扯到了 这个所谓的 今天咱们要讲的 古汉语通论八 代词兵语前置规律 代词兵语前置规律 又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 否定句的 代词兵语前置规律 这个是什么意思 咱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在古汉语中 否定句 动词的兵语 如果是代词 这个代词兵语 一般要放在 动词的前面 这个代词兵语 一般要放在 动词的前面 请大家注意是一般 就是呢 极个别的情况下 也会有例外 但是一般 要放在动词下面 那么 常见的否定词 有 有四个 一个是不 一个是 无 为 就是 未经许可的为 莫 莫斯科的莫 不 无 为 莫 常见的否定词 那么咱们 大家一块看一下 这几个例句 吕沟 不于欺 这是左传里边 有一句话 吕沟呢 是 一个地方的名字 叫吕沟 吕沟这个地方呢 它产 乌龟 那么什么叫 吕沟不于欺呢 不于欺就是 不欺 不欺余的意思 就是 它不会欺骗我 那么大家想 这个龟 在古代是干什么呢 甲骨文是什么东西 就是乌龟壳 乌龟壳上 写的文字 就是用于 占卜的 所以 这个地方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吕沟的 龟甲 用吕沟的 龟甲来 占卜的话 那它不会欺骗我 就说 这个地方的龟啊 这个龟甲 特别灵 它没有欺骗我 第二句 是论横里边的 不学自知 不问自小 古今行事 为之有也 这不经过学习 它就能知道 不问别人 它自己就能明白 古今行事 为之 从古到今啊 也没有这样的情况 为之有 就是为 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之呢 就是指的前边 不学自知 不问自小 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 代词宾语呢 一般放在 动词的前面 第三句 也是选择左传 我无尔诈 尔无我语 所以 咱们成语 尔虞我诈 就是从这来的 我无尔诈 就是 我不欺骗你 尔无我语 这个语呢 是防备的意思 就是 你呢 也不用 防备我 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这个尔 就是你和我 第一个句子里边的尔 和第二个句子里边的我 都是放在 动词的前面 第四句 这是实际里边 古者天下散乱 莫之能一 这个呢 就是咱们理解的时候呢 也可以理解为 莫能一之 没有人能够把它统一 但是 还是我上节课说的 就是如果你写 古汉语句子 你要写莫能一之 那显然就是错误 那是错误的 这个词序 正常的词序 正确的词序 就是莫之能一 所以 上面这四句 这些情况 就是在否定词后面 否定句里边的 代词并以前置 这个是正常的词序 不是道庄句 就是上 咱们讲许行的时候 也说到这个问题 这种是最正常的结构 第二种情况 就是宾语前置情况呢 第二种情况是 疑问代词 宾语前置 规律 就是疑问句里边 它的宾语呢 代词宾语 它也要前置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具体说呢 就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 在古汉语中 在古汉语的疑问句中 疑问代词宾语 一般要放在动词 或者借词的前面 咱们一下 看一下这个例句 无谁欺 欺天乎 你看这个 这个句子很有意思 这是论语里边的 无谁欺 就是我 我欺谁 那么 这个谁呢 是放在了 动词的前面 下边呢 欺天乎 这个不是代词 它虽然是疑问句 但不是代词 那么 这个天 仍然放在 动词的后面 所以这个呢 这句子很好 正好 给咱们 形成了一种对照 代词的宾语 就要前置 非代词的宾语 就不用前置 第二句 也是这个情况 道者书位 为羊虎也 书位 这个书呢 就是 在这儿是谁的意思 就是 道者说的是谁 说的是羊虎 这个人 所以这个 也是 在这个 正常词序 为羊虎 就是说的是羊虎 那么 前面呢 它是疑问句的时候 而且是代词 它这个书 就要放在位的前面 咱们看这个句子 百姓族 君属语不足 百姓不足 君属语足 这个 属语 就是 语谁 那么 这个语呢 在这是 这个书 在这儿放在 放在整个 这个 语前边 应该是语谁 君语谁 但是呢 由于它是 这个疑问 疑问代词 所以呢 它放在 戒词的前边 下边一句 君西位 不见孟科也 西位 就是为什么 那么这个 西 咱们现在还有一句说 为什么 这位是在前边 什么是在后边 但是在古汉语里边 这个西相当于什么 它是放在位的前边 它为什么不见孟科 不见孟子 第五句 何以报我 就是用什么来报我 也是以和的意思 但是它必须 必须得搁在 这个乙的前边 在疑问词里边 疑问语里边 它的 这个疑问代词 必须放在戒词的前边 这个呢 这两种情况 合在一起 就合成为 古汉语里边 代词兵语 前置的规律 下边呢 咱们讲一下 古汉语中 怎么表示被动 古汉语中 表示被动 主要有五种方法 来表示被动 这看来比这个 现代汉语啊 还是要丰富一些 现代汉语 咱们说被动的时候 一般的呀 比较多的就是 就是用被子 啊 这个张三被李四打了 啊 李四被张三骂了 这都是 这个 表示被动 啊 所以现在汉语里 比较比较多的是 这个 就是用被子 啊 但是在古汉语里边 有五种 咱们 译词看一下 第一种呢 就是 在未语动词前 用剑 或被子 表示被动 第一句 欲子 何为 剑杀 何为 刚才刚说了 啊 何为就是为什么的意思啊 这也是疑问 啊 疑问代词 放在戒词的前面 但是 咱在这讲的 要是 主要讲的是剑杀 剑杀就是被杀的意思 第二句 信而剑依 终而被罢 这两个字 它由于第二 第二句呢 它又出现这个剑子啊 它要是用 利用两个剑字 显得比较重复 所以第二个字呢 它用的是被子 那么这个剑和被 是一个意思 都是 都是被 这因为翻译成 现代汉语的话 都是被啊 诚实而被怀疑 忠诚而被 诽罢 能无怨户 能无抱怨吗 第二种 就是 在位语动词前面 用位字表示 用围字表示被动 父母宗族 皆为 露魔 都被杀了 这个皆为 露魔 就是被 露魔的意思 后者 为露 我者 见疑 这是 这韩非子啊 重的 就是最重的 被杀 轻的 被怀疑 这个为 见 都是被的意思 这种用法呢 在现代汉语里呢 偶然还能出现 但实际上呢 也是一种 带于一种成语性质的 你比如说 古为金用 就是古背金用 那么这个为字呢 它当背 讲 但实际上这个 也还是 就是说 等于是古代的 它 一直传到了 从通过成语 一直传到现在 现在咱们说话 很少用这种 就是用为字 来代替这个被子 第三种用法 用为什么什么 锁什么什么 储碎削弱 为秦所清 就是被秦所清 如鸡腹 为人所杀 也是被人所杀 军官 官军加讨 屡为所败 屡次的被他 所打败 这种用法呢 是第三句呢 是省略句 第三句是省略句 应该为和锁 之间还有东西 他给省略了 那么 汉代以后的古书中 非常常见 这个为所居士 而且呢 一直沿用到 这个现代汉语的 书面语里边 还可以看到 这种用法 第四种 在谓语动词 后面用鱼字 引进动作行为的 主动者 咱们看来第一句 稀刻伤于屎 流血 急 巨 稀刻伤于屎 就是被 箭 所伤 流血 急 巨 他这个 中箭之后 血一直 把鞋都染红了 第二个例句 汉书 选择汉书 冰破于陈舍 帝夺于流氏 这个也是 帝夺于流氏 帝呢 被流氏 所夺走了 这个于 就是 现在汉语里 相当现在汉语 被 第三句 而君宠性于 而君性于赵王 这个性 是宠爱的意思 性于赵王 就是被赵王 所宠爱 这也是史记的句子 这个 这种用法呢 在现代汉语里 已经比较少见了 基本上 不怎么用 那么第五种 第五种 表示被动的用法呢 这个就是 可以称之为 动词的 被动用法 就是实际上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都不佳 就用动词本身 来表示被动的意思 所以这种用法呢 它很容易 造成误解 这个大家在看古汉语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在你翻译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句 永元中 举孝连 这个 引字后汉书张恒传 所以这个说的呢 就是张恒 张恒呢 他举孝连 孝连呢 是汉代选官的科目之一 那么这个举呢 实际上是被建举的意思 但是在这儿呢 他只是说举孝连 所以这个 这种情况 咱们在理解的时候 不要 不要理解 他不是说他推选 另外一个人当孝连 不是这意思 而是他本人 被建举为孝连 第二句 是文天祥的这个 一篇文章里边的 于除又丞相兼书密使 这个除呢 就是被委认的意思 是委认的意思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被委认为 又丞相兼书密使 而不是我委认 另外一个人 去做又丞相兼书密使 这个地方呢 咱们大家要注意 老仆随气 宁可以事夺乎 老仆 就是说他说的自己啊 是一个老仆认识的 就说他年岁很大 虽气 这个虽然被抛弃 被抛弃不用了 宁可以事夺乎 难道 宁可难道 难道你就可以 仗势抢夺了吗 是这个意思 这个虽气 就是虽然被抛弃了 不被别人中用了 那么他都是被动 不是说老仆 我把谁给弃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种呢 他比较容易造成误解 其实这种情况呢 在现代汉语里面呢 也会出现 而且呢 是在最通俗的 日常用语里面 我发现呢 我发现呢 其实像这种动词 来表示被动的用法 倒很多 你比如咱们最常见的 说这个到吃饭的时候了 说这馒头熟了 谁也不会说 馒头被蒸熟了 你要这么说 人家听着你觉得你有病了 就是说这种情况呢 你说了 大家不可能会误解 馒头他不会自己蒸熟了 他也不会把别人蒸给蒸熟了 那么馒头熟了 就是说馒头 实际上他表示 那馒头被蒸熟了 你比如说菜炒好了 也是 菜被厨师炒好了 你要完整的说 应该是这么说 但是在口语里面 谁也不会这么说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表明呢 就是说 他在实际上 咱们说这个 现代汉语里 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明 他在古汉语里边 他也是 就是说在不太容易 就是在古人 看来不太容易造成 误解的情况下 他才会这么用 但是古人不容易造成误解 并不代表咱们现在看 他就不容易造成误解 因为 有些句子已经是 2000年以前 甚至是2000多年 2500年以前的句子 那么你现在理解起来 就得特别注意 这种 这种情况 所以前四种呢 还比较容易辩论 那么从刚才咱们讲的 就可以看到呢 古汉语里边呢 他表示被动的 就有这么五种方法 这样呢 咱们就很明确 比如咱们以后 如果有机会 请你做一篇 古汉语的文章 那么你在 造这个被动的句子的时候 做这个表示 被动的句子的时候 你就应该考虑 上述的五种方法 基本上也就是 这五种方法 所以这个呢 而且这个 咱们了解了这个之后呢 你以后 对这个 古汉语里边的被动句 就会 自觉性就会提高了 你看到 什么鱼 什么什么锁 什么什么 围什么什么锁 什么什么 或者鱼什么 那么 它都可能是 被动句 这个呢 今天咱们讲的 那就是古汉语通论八 代词并语前置规律 和古汉语通论九 表示被动的 五种方法 这个古汉语通论 我再说一遍 它 这个非常重要 它可以帮助咱们理解 一些古汉语里 常见的语法现象 和语言现象 所以 希望大家呢 能够 对这些通论的内容 也非常重视 今天的课 咱们就讲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